這請教冠婷的 臺中我們要了解 以你二三十歲 買得到這些房子嗎 有很努力買到一間公寓 然後貸款還買好幾百萬 還在努力還當中 我稍微講一下 今天為什麼這整場中二選區的補選 會變成是一場大戲 人家就說每天看連續劇 不同的劇情產生 然後全臺灣各地 我現在在新北市選議員 我今天去樹林 中午一個行程 馬上有鄉親過來拍我的肩膀講說 年輕標那個要繼續挖 就是關心到全臺灣了 大家都很關心 那就這個事情為什麼會這麼juicy 大家會這麼關心 主因是因為 不是因為你有錢 我相信臺灣比嚴家有錢得了很多 可是大家為什麼對這件事這麼有興趣 我覺得關鍵是兩點 第一點是 如果當時嚴輕標沒有爆出 他欠這麼多錢沒有還 其實這件事情還好 而這件事情也承認了 當他承認說他欠這麼多錢沒還 可是你兒子財產的來源 無法說明清楚 你財產申報並沒有說 你有這麼多事業 可是後來又開始 不同的名嘴 不同的國民黨的議員 跟你的陣營 講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們不知道你的財產來源在哪裡 那公眾人物就會被檢視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第二個是我覺得他現在的戰略 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困境 所有的立委候選人 無論是補選還是大選 最希望處理的事情是組織行程跟文宣行程 也就公開行程 兩個可以合而為一 對於任何一個候選人來講 有選舉經驗的人都希望我今天去菜市場派票 我今天去公廟拜訪 我今天哪怕去參加一個喜宴 我都可以發給記者 讓記者朋友來採訪 拍到我跟鄉親的互動 這正常是一個正常的民意代表候選人 希望期待的事情 可是現在嚴家他做的事情 是把組織行程跟公開行程完全切開 然後公開行程是零 結果才會產生今天跟林靜宜同台 結果林靜宜有發給媒體朋友 讓大家來告訴我 我很認真在跑基層 結果媒體在現場捕獲了嚴寬恆 你怎麼沒有通知我們 所以他們在躲媒體嘛 躲媒體昨天是第一步 他公布了一個 我們號稱是市長規格或總統規格的發言人 哪一個立委選立委選舉 會公布發言人 需要兩個發言人 而且很奇怪的事情是 通常在選立委 大家擔心的事情是自己曝光不夠 你怎麼會所有的事情 要丟給所有發言人來講 然後說句實話 今天所有這些 我們現在那個螢幕上面的 1.1.2 1.4 這些一點 哪一點是你臨時找來的發言人 有辦法聽你說明的 我說實話 除了你家的會計師 可能連你 可能跟你二三十年的助理 都沒辦法聽你說明清楚 因為這些說實話 是只有在操作 或者是在管理你家財產的人 才有辦法說明清楚 而這是現在大家關心的 關心的點主要是在於 除了我剛才講的財產來源不明以外 現在進一步到 你是不是有用特權 或者是用一些法門 去讓你的財產暴增 那這個事情接下去 會影響到整個他的選戰節奏 也會讓林靜宜跟他的對比 越來越明顯 對 所以林靜宜接下去 我覺得很簡單 林靜宜就是情走基層 然後林靜宜就是一個一個記者會 每天都開記者會 每天告訴大家 我們家裡怎麼做 昨天告訴大家 我們要抓會選 今天我們可能到哪邊行程 告訴大家 那林靜宏他這一個 這些事情講不清楚 會一直跟到他的選舉的最後一天 我最後要提一點 藍營的最近的很多他們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他們的支持者 一直在灌輸的觀念 而這也是林靜宏他們現在 整個選舉的主訴求 我們看到昨天 林靜宏他對外講說 做事 不必講幹話 做事不必講幹話 他告訴大家他是做事的人 他說你看穿一件白T恤 然後跟我跟鄭浩一樣就平常這樣穿著 可是第一個讓人家覺得突兀 因為眼眶的平常不是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那他先想要呈現說他是做事的人 我覺得也OK 可是問題是 當一個二三十歲 他現在四十幾歲的年輕人 實實在在做事 有沒有辦法取得他這樣子的特權或他的資產 所以馬上看到這一個喔 這張圖是網路上今天在網上瘋傳的 馬上網友做錯了哪些 對比做事不必講幹話 投標不必拆底價 欠債不必馬上還 有錢不必自己賺 土地不必自己買 還有什麼 相由請董事長出門在地 留美不必在美國 立委不必出席率 爭議不必自己回 從政不必抗中保台 馬上在網路上瘋傳 就是大家會用你自己的主訴求去 檢視你嘛 所以我覺得還是呼籲一句 你發言人已經成立了 那我其實今天 我們看到大甲正南宮 有對外公布他們的一些財務狀況 雖然說很多人覺得說不夠 只公布一年 可是我覺得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你勇敢讓大家檢驗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顏清彪他把一些資產 2004年到2013年 顏寬恆首次當地委這段時間 確實是有轉移到顏寬恆 跟他的妻子的名下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奇怪 這個會戲會越挖越深 因為正常如果你贈雨 一年220萬的贈雨額 不用繳稅 那超過220萬 你就繳稅就好了嘛 可是我們發現 他很多房地產的轉移是用買賣 那所有人都知道 二等親以內 國稅局會去追查 二等親以內的財產的買賣 我去問一個代書 他跟我一看到這狀況 他說 這很有可能有一些奇怪的狀況在裡面 因為二等親以內 我們正常不會有人用交易 就算是爸爸要賣土地 給自己的媳婦 或給你的小孩 國稅局會查到什麼程度 他會查到你的資金的來源 你不只跟他講說 我這兩千萬是跟我兒子買土地 或我兒子兩千萬跟我爸爸買土地 他會追查到 那你這兩千萬會哪來 你要完整的去交代 因為他擔心你是藉由這樣子來逃稅 那這個狀況 我們就會去牽扯到說 這幾天陸續大家也討論到 顏寬衡跟他的妻子 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 結婚三次離婚兩次 那是不是在這個離婚的期間之內 有去進行這個財產傳承 因為離婚的狀態就不是二等親 因為我們確實發現 顏清標他的土地 後來出現在顏寬衡的妻子身上 可是這個沒有證據 可是外界真的是合理懷疑 有土地代書 跟有這些房地產交易經驗的人 看到這財產申報 主動來講說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這些疑惑 真的是顏家 尤其是顏寬衡是候選人 你對外講清楚 今天是大家已經追到說 你太太的土地 儀式是你的公公給你的 那這個過程上面是買賣 會當大家覺得比較奇怪 我覺得這個要對外說明 你確定